国际足坛传来乐梦,巴西球王贝利去世,享年82岁,在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,贝利结束了他的一生,虽然一度和并魔抗争,但是贝利还是没有挺到2023年,贝利,1940年10月23日出生,巴西著名足球运动员,职业生涯,贝利的总进球数达到了1281个,代表巴西队出场了92次,打入77球,在国家队生涯,贝利帮助巴西队夺得了1958年, 1962年和1970年三届世界杯冠军,他也是迄今为止,唯一的一位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的球员,这样贝利载入史册,贝利曾经被国际独联停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,他还获得过劳伦斯终身成就奖,是最伟大的球王之一,提起球王贝利的名字,可以说是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,一定意义来说,贝利就是足球的代名词,进入2022年后,82岁的贝利, 身体状态一直不稳定,他的肿瘤出现恶化,肾脏和心脏的功能出现了障碍,世界杯期间,贝利一直待在圣保罗的爱因斯坦医院,世界杯结束后,贝利的病情恶化,他的肺部和肾脏开始衰竭,虽然全世界球迷都在为贝利祈祷,但是82岁的贝利,还是未能战胜病魔,他永远都离开了人世,离开了足球,这是一个让全世界球迷悲痛欲绝的消息, 在送变马拉多纳后,我们又送走了球王贝利,此刻,我们只能为贝利祈祷,希望天堂也有足球